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发出传统技术难以做到的功能 声援分离 以前的技术试着从频谱上面去找一些规则 但效果往往非常的有限 那是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 AI透过大量的资料 以及适当的网络架构的情况底下 它可以发现说人声具有哪些特性 然后比如说钢琴具有哪些特性 它从里面去抽丝剥茧 声援分离在声学上很难做到 原因在于我们听到的音乐都已经过换音 早期的技术只能尽可能地去除人生 而现在的AI已经能自动区分人声和各种乐器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 bass 鼓 跟 vocal 以及所有的其他 所以我们的第四个轨道就会是所有的其他 现在抓一首歌到才完 需要一首歌的大概0.2 0.3倍的时间 AI能拆解音乐 那它也能像人一样演奏音乐吗 以往机器自动演奏 单单只仰来乐谱 听起来总显得呆板少了人味 杨艺轩博士开发出另一项关键技术 转谱 让AI直接学习人类演奏时的细节 听起来更丰富细腻 就像有了灵魂 比如说在乐谱上面可能不会告诉你 和弦到底要怎么弹 它只会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要弹什么和弦 那它如果没有告诉你什么弹的话 那和弦可能就是三颗音或四颗音 同时被压下去 可是实际上真的在演奏的时候 它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奏那个和弦 那这样的资讯其实在真实的演奏里面都有 也会透过转谱被我们给学习到 所以AI就多了很丰富的资讯 去了解真人是怎么去诠释演奏音乐的 AI跟人之间建立起创作搭档的新关系 我会先弹一段弹一段钢琴这样 然后我的机器就会回应我 他听我弹钢琴之后 他弹的东西 然后配上更丰富的配器 这边就是机器的部分 好 接下来就是完整的配器 这样这样达到一个 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 就会像平常以前跟 可能玩音乐的朋友 一起弹钢琴的过程 可以类似做到那样的效果 会更增加这种及时思考 该谈什么样的内容 我觉得是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